我 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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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 知 不哭了 不哭了 等爹把鱼钓回来就有奶吃了 你托个人来我们家干什么 你丈夫在河边钓鱼 被两个鱼精给咬死了 爽 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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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这是 你怎么就这么走了呢 走 你不是去河边钓鱼给我下奶了吗 爽啊 你好好地走着出去 咱们就躺着回来了 爽啊 你起来啊 爽啊 爽啊 你这样子我下半辈子怎么办呢 我下半辈子怎么办呢 爽啊 可以看笑话了吧 爽死了 爽死了 年高嫂 你说哪里话呀 我们是来看看能不能帮帮忙 就是啊 你们帮忙 料理一下她的后事吧 你不要走 好 不能走 你不能走 我已经尽力了 我就怀疑是你杀了她 什么鱼精杀了她 我问你 那我下半生怎么办 年高嫂 你不要随便冤枉好人哪 去去去 你懂什么意思 又不是你责战父 拿去吧 够你过段日子 金子 管什么用啊 现在金子又值钱了 是吗 你不能走 你还没说呢 我下半生怎么办呢 你不能走 你得告诉我呀 你帮我 年高嫂 年高嫂 这是怎么回事啊 爽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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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快报关了 爽死了 年高嫂 这是怎么死的呀 年高嫂 你别爽了 赶快报关了 快啊 等等 大人 说 如果真是飞跃的话 那可是咱们的救命恩人呢 要不是他 我们就被诸三族了 三族啊 七教练只知道 不达莫者是职座所在 无济恩仇 你们可以不去 免得有多一个台中 谁呀 我来看妈妈 乖 你这是 这是五十斤大蜜 前两天就会给你送来 不用了 追在长身体 家里不能锻炼啊 你是不是扫着一个大侠呀 不用了不用了 我们不能再要你的钱了 要是恩公在的话 你们就不会过得这么辛苦了 拿着吧 谢谢 谢谢 这个给你了 来 给我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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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厉害 下旬吗 请 好 叔叔教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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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叔叔叔 我可以找你玩吗 我回来找你的 哦 嗯 再见 非语叔叔 听话 再见 嫂子 我走了 你 莫者飞月是不是来过 如果你肯放过他 我可以不再记得对你的仇恨 可是朝廷还没有赦免他 你 扎死你 拿这么 拿这么大的石头 扎死你 只要你害我爹 我要为我爹报仇 追 人 你见过这个人吗 人 你见过这个人吗 没见过 快点快点 去晚了就点不成了 快快快 你刚才说什么仙女 喂 人 金鱼城出了个会点石成金的仙女 已经点了好多金子了 赶紧去吧 哈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三公主 我明白了 魏卿 我不会让你去仙女湖了 魏卿一直在等三公主 等我 什么事 我们要去一趟仙女湖 小青 三姐 三姐 你终于把她给带来了 三公主 大将军 来 里边请 大将请请 坐呀 坐 小青 大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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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你们来晚了 怎么了 丈夫老爷已经骂过我了 黄金 已经全都变回去了 那就好 我觉得她长得真好看 七公主见笑了 小青 小青 给大将军奉茶 大将军 大将军 喝茶吧 姐夫 别胡说 大将军 五怪 小七她喜欢开玩笑 没事 你还没跟她成亲 你怎么这么笨 如果说我的话 我早就已经跟她成亲了 三姐 你怎么 你咳嗽我也要说 五三姐 她那么胆小 她怎么敢跟卫青说 她喜欢她 卫青 你给我出去一下 七公主 你要带卫青去何处 就在门外 走啊 快点 走吧 快点 走吧 快点 三公主 此事 还需要斟住一下 我叫她来 不是这个意思 快走 仙女狐 哪有你一下 小公主 找我有什么事 你快看看 我身边这个男人怎么样 小七 你已经有了飞跃 不要三心二意 你不是这样的 她是我三姐带来的 一两人才 你叫什么名字 在侠卫青 见过仙女狐 仙女狐 他呀 是朝廷里的大将军 是汉朝人 人人敬仰的大英雄 匈奴人啊 只要一听到她的名字 都闻风丧胆呢 她比起我的丈夫 可真是 差不多 不像 是不太像 因为她比较老实 是 别让她说了 这一点很重要 那你觉得 她能不能做我的姐夫 啊 七公主的美意 卫青万万不敢领受 其实我都知道 就像当初不高兴 不敢娶我一样啊 又怕这 又怕那的 仙女狐 要不然 你就把我三姐抓了吃吧 要她的小命 看看卫青愿不愿意 卫青 你爱三公主吗 只要你爱她 我会成全你们 不管天庭会给你们多大阻力 我会替你们承担下来 卫青不敢欺瞒 仙女狐 卫青 心里已经有人了 是谁啊 你看 你不说话吧 那就是假的 怎么像你这么老实的人 也会说假话啊 卫青不敢欺瞒 七公主和仙女狐 小七 不要再为难大将军了 是假的 她在说谎 就像当初你说谎一样 七公主 飞月说得对 不要为难大将军 仙女狐 你就抓了我三姐吧 看她答不答应 小七 小七 我累了 我要睡了 大将军 树飞月不能远走 卫青告死了 大将军慢走 你别走啊 小七 三姐 你开开门啊 三姐 三姐 你开门啊 三姐 你们别进来 我现在谁也不想见 三姐 你这可是在我家啊 开门 开门啊 三姐 别难过了 她不是不爱你 是她在心里啊 为你着想 这些我都知道 不高兴 你先出去一下 我想跟三姐单独聊聊 三姐 三姐 你是不是真的很爱她呀 不是啊 不知道 那你见不到她 会不会有一种不想活的感觉啊 不知道 不知道 那你想不想跟她成亲啊 不知道 不知道不知道 你什么都不知道 不过 我知道 你怎么知道 我啊 是过来人啊 嘿 三姐 你在家等我 我有个办法 什么办法 eded 是的 嘿嘿嘿嘿嘿嘿 姐夫啊... 你一个人走路我不孤单啊 黄七公主不要再如此称呼魏卿 我三姐那么爱你 你不知道啊 魏卿退不上三公主 感谢七公主的美意 但魏卿不能 小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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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卿 你就从了我三姐吧 魏卿不敢接受七公主的好意 你们怎么这也不敢 那也不敢 你跟我三姐真是天造地上的一对 你们怎么什么都不敢呢 小七 你 大监狱 大监狱 多有得罪 魔法 我送你回去吧 多谢三公主 告辞了 我已经告辞了 公主 魏大家军在前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为什么不穿布鞋呀 哦 我家都是穿草鞋的 我这个人啊 穿鞋废 打一双草鞋 很方便 嗯 那你冬天穿什么呀 冬天就打一双厚一点的 嗯 哎 丈夫 我想去一趟西域县城 好 我陪你去 啊 不不不不 我自己一个人去 为什么 等我回来你就知道了 我如果今天不回来呢 就明天回来 如果明天不回来呢 就后天再回来 如果后天也不回来呢 最大后天回来 如果大后天也不回来 我就大大后天回来 那你别回来了 嗯 那好吧 最晚后天 谢女狐啊 谢女狐 她最不可恕 还打上我一个女儿 她太坏了 听门大帅 萧绳在 立刻发兵武器 下届捉拿小七 舔平仙女狐 娘娘 对下届用兵 要不要先禀报陛下 不用了 三届仙女 都归本宫统领 小七私自和下届凡人成亲 触犯了天条 本宫有权自行处置 嗯 仙女狐唆使逼迫凡人 和小七成亲 更加罪不可恕 本宫有权 自行处置 小神遵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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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心事 金女狐 你告诉我 我到底该怎么做 你要做什么 爱我的妻子 你已经很爱她了 她给我的 比我给她的要多很多 她已经很满意 其实她对你的要求 没有那么多 你只要陪着她 就够了 我能感觉到 在她的心里 我就是她的全部 可是 我们的爱不对当 我不敢用墨家的钱 给她买礼物 我随手给她编了一个花环 她一直像宝贝一样戴着 已经那么破 坏了那么多次 她还一直那么珍藏着 我觉得我自己 最不可恕 她爱上你一个不会爱的人 她爱错了人 不 她没有爱错人 如果一个女人 能够听到一个男人 这样的忏悔 那个男人所做的一切 都可以被宽恕 我想把我全部的爱都给她 但是我发现 我却不知道该怎么爱 你只要给她快乐就够了 她是一个很容易快乐的女孩子 只要用心 你会学会爱自己的妻子的 用心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都能表达你的爱 点点滴滴 你这什么好吃的了 把动作吃得这么大 我快生小孩了 生小孩 从哪生了 在这儿呢 你摸摸 摸摸 他动我 你真有丈夫 有 那你连这都不知道 他没告诉过我 还有一个月我就要生了 真的 那我也要生个小孩 你怎么又跑出来了 姑娘好 您好 你的肚子都这么大了 赶紧回屋去休息吧 走 慢点啊 对了 姑娘 你啊 就不用进去了 这次你准备吃几碗米粉呢 我今天不是来吃米粉的 那你是 我是来请陈大嫂帮忙的 好好 在后屋说去 富贵 这会儿没客人 你去年糕嫂那儿 看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帮帮她 好嘞 他们夫妇两个对你们那么不好 你们还帮她呀 丈夫死了 拉扯个孩子挺不容易的 能帮助帮帮人家吗 陈大嫂 你的人可真好 走 大后我说去 小心 您高嫂 太忙了 我过来帮帮你 来 胆子也真够大的 老婆刚一转身就过来帮我干活了 就是她让我来的 她让你来的 你对老婆真好 好 好 疯啊 疯啊 年高嫂 人死不能复生 这日子还得过吗 给她放开心吧 疯 陈大嫂 我丈夫一年到头都穿草鞋 天冷了 我怕她脚动 想给她买双布鞋 可是她又舍不得花钱 谢谢 我知道你们夫妻两个人好 一定会帮我的 你教我做鞋 好不好 这还不容易呀 我教你 我就知道陈大嫂一定会帮我的 对了 你金子都能变 一双鞋变不出来 变出来的鞋没有爱 我要把整个鞋子里装上满满的爱 一年前这里没房子啊 说好了一年之后来这举棋的 怎么一个都没回来 过来 大姐 我有一种很不好的预感 我觉得小七已经犯了天条 你别预感了 你向来都是 好得不准 不好得挺准 这次又准了 准了 仙女虎抓了小七 我已经告诉母后了 说仙女虎要见父皇 可父皇到现在都没有下来 父皇到现在都没下来 嗯 那 我明白了 母后是想找到铲除仙女虎的把柄 所以 可是就算母后再狠心 也不能拿小七的性命作为代价呀 嗯 这只能说明仙女虎和母后的仇恨太深了 你别再说了 再说我真心了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我也不是很确定 不过 为了救小七 你只能试试了 怎么试啊 既然是仙女虎让小七和飞跃成亲 那我们就把所有的责任 都推给仙女虎 那样对仙女虎也太不公平了 我们已经很对不起她了 就算全部推到仙女虎头上 小七她也有责任 她来这已经一年了 总有机会向天庭禀报吧 那就只能杀了飞跃 聚散她的魂魄 让天庭死无对证 你们要是犯天条的 我去 小七她会恨你的 姑娘 纳了一首鞋底 我想让我丈夫早点穿上新鞋 带上你这么好的媳妇 你丈夫真是有福了 以后你的孩子出生了 能不能叫我娘 你可以给她当干娘 干娘 行啊行啊 那我来当干娘 你就当她师娘好不好 你可是仙女 能高攀上你 那可是我们祖上姬德 原来是这样 启禀娘娘 五千瓶马蚁集结完毕 整装待发 冲冲 冲冲 冲冲冲 三姐 三姐 小七呢 小七她进城半点事情 还没有回来 你跟我出来一下 飞月 见过两位姐姐 你叫我们姐姐 对 按照我们凡间的规矩 就该这样叫 凡间的规矩 飞月嫁给了小七 是该跟小七叫我们姐姐 大姐 是小七嫁给了飞月 哦 你怎么知道我是大姐 小七跟飞月 经常提起各位姐姐 飞月 知道今天我们为什么来吗 我是大姐 让我来吧 如果这么做 能够帮助小七的话 不必连累各位姐姐 出犯天调 飞月 可以自行了断 飞月 无法自散魂魄 还需要各位姐姐帮忙 此事若是泄露出去 三妹姐姐 可以对天庭说 是飞月 把小七的羽衣藏了起来 小七无法上天 才被迫留下来的 她连这个都为我们想到了 她 真的是个好人 如果她是个坏人 那就简单了 我知道 可你有更好的办法吗 你知道我没有 二姐 你快想想办法吧 我们为什么不能直接 禀报给父皇 禀报给父皇 那不相当于被判母后吗 母后为了铲除仙女狐 不惜以牺牲小七的性命为代价 我背叛她又怎么样 你刚才说什么 你要背叛母后 你知道背叛母后的后果是什么吗 不知道 反正好不了 既然你不知道 那你怎么敢背叛 我为什么不敢背叛 如果母后做错了 我们还站到她一边 那等于跟她一起犯错 好吧 好吧 我也敢了 老三 你敢不敢 我不敢 明知道她不敢 干嘛问她 你敢不敢 你敢不敢已经不重要了 只要我们三个当中 有一个敢就够了 天界有一响 老三 老三 你腿快 上去看看 为什么又是我 去不去 去 天明天就要下见了 天元大帅挂帅 好几千人 就是朝这来的怎么办 天元大帅 天元大帅 正是他们是瞒着父皇 对夏节用盯的 你怎么知道 天元大帅是母后的心腹 那怎么办 那怎么办 老三 你敢不敢背叛母后 老三 你说 敢不 我 不敢 那你把飞跃的定身 罚解了 我 那她还会自尽的 她 只要小气不认证 就算天兵天将夏季 你拿仙女伯和小七 没有办法 大家不都有救了 可是我 如果你不想让飞跃死 那现在立刻上天 把这件事禀报父皇 因为现在只有父皇 能救飞跃小七和仙女伯 已经没有时间了 那好 我去 两位公主 请让开 天元大帅 你奉了谁的旨意下戒 这个 不便和两位公主说 不 天元大帅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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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让你过去 两位公主 天元有重要孤雾在身 请两位公主不要无理刁难 无理刁难 你才跟本公主这么说话 继续行军 敢 跟本公主无理打击你的眼睛 大姐 天元大帅 你把我妹妹打成这样 怎么办吧 天元大帅 你把我妹妹打成这样 你为什么要打我 这个账 你们自己慢慢算吧 开马 不明严厉 天元大帅 大帅 你又怎么了 你二姐也让人打亲我 是谁 谁敢欺负二姐 又你 你敢欺负二姐 你说什么东西 三位殿下 请听我说 老天 你真的不给我一次弥补的机会吗 出了什么事 你们有感觉到 云敦背后的杀鸡吗 你认为 我保护不了你们吗 金炖火 你为飞月和小七做的 飞月 永世伯 只是 既然你们在成心的时候 拜我为高头 那么你们就是我的儿女 没有人可以度我的儿女 怎么了 我怎么觉得 看起来不那么对劲 第一次能做成这样 已经很不错了 那第二次能做得更好吗 当然了 你怎么又拆了 我现在做第二次的 这雨下的可真大 小公 你身上都淋湿了 谢谢娘子 她怎么没这么叫过我 我刚才看起来 也看到了 我来什么东西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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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心臓 我来说 我来说